心狠灿烂男主林布宜和女主陈绍商终于要定亲了 对于林布宜来说 起初在发现自己倾慕陈绍商之后 他心中还存在些许的忌惮 一是陈绍商原本已经和楼瑶定亲 他自然不可能大胆追求 二是他并不完全清楚陈绍商是不是也心悦于自己 随着楼瑶被迫于和昭君定亲 林布宜看到陈绍商在宫中被别人各种欺负 他再也无法按捺自己心中对于陈绍商的喜欢 主动向皇帝提出了赐婚的要求 赐婚之时 陈绍商的父母陈绍和萧元一可以说是竭尽全力阻止 陈绍更是不惜搬出辞官这样的说法来让皇帝收回成命 陈绍和萧元一心里很清楚 尽管林布宜贵为大将军 又是皇帝的义子 身份地位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女儿陈绍商高攀了 但是林布宜的家世背景太过复杂 陈绍商家过去很难应付 此外 林布宜这个人向来都是说一不二 性子强硬得很 陈绍商也是如此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出现了矛盾都不愿意向对方服软 那一定不会幸福 其实陈绍和萧元一的担心并不多余 尤其是家世背景这一点 可以说是直接要害 林布宜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 她的身边一直藏着一个大反派 此人就是林布宜那个不起眼的父亲林毅 通过星汉灿烂此前的剧情 我们可以知道 林毅和林布宜的母亲霍君华本是夫妻 当年 霍家奉命守护在后方城门 纳和兵械都被人调包 根本没有抵抗叛军的能力 最终造就了孤城一案 整个霍家就只有霍君华一个人苟活了下来 死里逃生之后 霍君华带着自己和林毅的儿子林布宜在外面流浪 一年之后才艰难回到林家 在这一年里 林毅以为霍君华已经逝世 便重新迎娶了妻子 等到霍君华带着林布宜回家 看到林毅有了新欢 一时无法接受就开始变得疯疯癫癫 林布宜也因此对于父亲林毅产生了无比的憎恶 所以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林毅每一次看到林布宜都是孝林以待 但林布宜却从来都不会给她好脸色 林布宜仅仅就是因为母亲或君华的原因 才如此不待见父亲林毅的吗 当然不是 结合原著一切的谜底就会被揭开 林毅其实才是当年害的霍家 差点满门被杀的罪魁祸首 换言之 她就是藏在林布宜身边的最大反派 当年 霍家奋力守护城门 不料霍君华哥哥霍冲的身边出现了叛徒 此人正是林毅 作为自己的妹夫 霍冲自然是不会对于林毅有什么防备之心 就这样 林毅和城外的人里一外合 攻破了城门 霍家也因此负面 这么多年过去了 林毅踩着整个霍家一步一步升官发财 不得不说 这个林毅可真是藏得够深的 伴猪吃老虎这么多年 原著中 林布宜的真实身份根本就不是林布宜 而是霍冲的儿子霍无伤 换言之 林布宜其实根本就不是林毅的儿子 霍君华也并非他的母亲 而是姑姑 在心狠灿烂之前的剧情中 林布宜抓住了意图叛乱的勇王 他就是当年孤城一案中偷卖军械的始作俑者 所以林布宜才会不惜冒着被皇帝责罚的风险 亲手除掉他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 林布宜其实一直以来都对自己的身世都一清二楚 他知道自己是火无伤 并非林布宜 也知道当年害了霍家的人是谁 所以他才会对林毅那样的冷漠 除掉勇王之后 林布宜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林毅 多年来 林布宜一直都在寻找林毅当年 在孤城一案中出卖货家的证据 只是无奈林毅这个人太过狡猾 林布宜根本找不到他的一点把柄 陈绍商对于林布宜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尽管可能在多数人看来 陈绍商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很好的管教 不懂礼数 还经常惹祸 但是林布宜却恰恰就是喜欢陈绍商的这种真性情 在林布宜眼中 陈绍商敢作敢当 为人真挚善良 比那些整天只知道勾心斗角的女子好上千倍万倍 只有和陈绍商在一起的时候 林布宜才会彻底放下自己身上所有的防备 感受到生活的些许美好 只可惜 林布宜对于林毅的恨太过深重 她背负着整个货家的血债 已经没有办法选择放弃 原著中 林布宜在一直找不到关于林毅出卖货家的证据之后 剑走偏锋 直接选择在和陈绍商大婚的前一天灭了整个林家 虽然最终林布宜成功为货家报仇雪恨 但是她自己的未来 她和陈绍商的未来也因此彻底被断送 仇恨和爱情之间 林布宜选择了前者 并非是她不爱承哨商 而是家族的血海深仇让她根本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好在原著中成哨商和林布宜最后是颇为圆满的结局 相信剧版也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的